好,市長幫我們稍微講一下,因為剛才您有進到住戶的家裡面來看整個實際的災損的狀況 那現在住戶也是不是希望說能盡早將這個土方給還原,那甚至是讓咖啡店打牽走 是,其實再度來到戲子柏傑三章來關心我們的受災戶 最主要經過這幾天,不圓不休,我們的清潔隊區公務所公務局 還有民間團體的慈濟,以及我們的土木柳結構技師都來現場,處理了大概將近快五天了 這五天當中先把波神的傷害已經減到最低,同時也找出原因,更重要的台電也參與這裡面 那這幾天人氣的清雲,讓所有住戶能夠先搬回來 現在大部分的住戶都已經回來,只剩下兩副六人還沒單回來 當然因為在整個玻璃的損害過程當中,因為裡面的寒濕量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初步的預防性的處理 那長期來說,在天氣比較晴朗以後,我們會一勞永逸把現在的玻璃,把它固定得更穩定 當然以現在的建電,那台電以及一個相關單位的認知上,判斷目前還是穩固當中 不過,相對的居民自己在附近還是非常的不心安 所以剛剛居民也有一些聲音說,他們怎麼這麼心不安啊,也怕落實再下來 這個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我也請我們的結構技師,每一戶每一戶再去鑑定,房子到底有沒有危險 讓民眾能夠安心,同時在結構補強的方面,我們盡視把它做到五位 這才是我們負起責任的一個態度 所以市長現在態度就是不強制要求台電簽電塔 但是要要求台電把整個電塔周邊的地基那些都要先做好 其實這個要分短中期來看 短期裡面先把撥損的災害,先把它補強穩定住 不要讓附近的基民們,這個飽受這個災害之苦 這是我們要做的 另外在災損的部分要協調水保醫護人 如何讓整個損壞的房子能夠復原 這是我們必須也要做進一步處理 當然在整個長期的做法上 因為基民其實看到這樣一個高藥店在周遭 他們的心理的壓力非常大 那這個部分他們希望建立一個長期的窗口 那台電以及我們水保醫護人必須要善盡管理的責任 所以長期以來台電在這個包邀電塔上面的維護跟管理以外 更重要台電是不是要趕快在這樣一個人口基礎環境 這麼多的地方把它辦理遷移 我想台電也要提出一個具體的一些方法 來跟基民做一個溝通 那我這一部分我相信在大家努力底下 也希望我們的基民能夠安心跟安全 其實我們每一次都會好好的把該做的事做好 那因為這幾天雖然沒有雨量 但是因為汐止地區含水的雨量的波地還算蠻多的 所以我們不斷地在開災 也不斷地去做進一步處理 我們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 這是我們的本分 這個週末是不是還會要替張三鎮來做複選 那目前全台複選的規劃是怎樣 其實我最重要的是 佔盡我們自己當市長的責任以外 在有力量的時候 該去幫忙團隊的時候 我也會盡一分的一分 我們就要好好的把現在的事情做好 然後該盡一分的責任 該大家一起團隊一起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們大家一起好好團結往前走 因為明天還會有一些風雨 那還要明天會去造勢嗎 這個週末會有一些風雨 其實我們要看整個狀況裡面 我們會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未來會邀韓市長來站台 來替您補選 我會把該做的事做好 我想團隊都面對所有挑戰 我們大家團結一次往前走 市長目前還沒有請假競選 那現階段身為母雞的 目前的競選策略是什麼 以及林佳龍表示 若您的心放在2024的話 現在就該放手新北市長的職務了 其實謝謝大家的關心 最重要我要把我當下好好努力做事 就像今天我再度來看 最主要是因為 他們同然已經在這裡聯繫五天 以及跟市務務 大家承擔的壓力 我必須給他們更大的鼓勵 跟支持以外 還有把一些還沒有做好的事情 把它做好 那這才是我該做的事情 所以謝謝這段時間的市民 也謝謝我們第一線辛苦的夥伴們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汐止這次除了土石流以外 現在好像還有傳出地層下線的問題 市長您有了解 這個第一個時間我都有掌控 那是工建路那個地方 因為路基有塌線 那我們連續已經灌漿 已經灌好了 不過要讓它連續三天 保持乾燥 才可以恢復狀況 所以汐止的一些事情 我在第一個時間不斷掌控 而且都有圖片也有指示 該如何做好處理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所有民眾所要新北市做的 我們應該全力把它做好 市長想問 因為這次候選人號 是不是抽到二號 跟四年前一樣 那這次準備什麼樣的口號 有細心可以延續勝利 讓我為你好好做事情 讓我為你好好做事情 二號 讓你二號 所以二號 我鼓勵也抽到二號 要延續我好好做事情 是讓我為你好好做事情的精神 繼續打招 感謝市民的支持 鼓勵 抽到二號最幸運的號碼 為你好好做事情 市長再問一下 這是確診者 在中選委這邊說 好像是確定已經是不能投票 當然有一些是 因為投票是人民的權利 好像有些違憲的疑慮 你自己怎麼看 這一次因為有18歲的公民投票潛力外 選舉就是人民的最基本的潛力 尤其今天中選委 更應該在基本潛力的保障底下 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我相信確診 在投票的一個行為的過程當中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克服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建立中選委可以參考 國外各項的例子 場地如何步驟 動線如何規劃 好好去克服人民投票的基本潛力 不要影響他們的潛力 所以我期待中選委 還有一段時間 想辦法借國外的例子 讓人民的基本潛力 可以站出來投票 市長 關於這個恩恩案 前兩天您有回憶說 已經進入了這個司法令清 不過恩恩法後來呢 是有在發文說 所謂的司法令清 但他們有看到任何司法案號 正在進行當中 你感到受到罷了 你怎麼說 我可以理解家屬的行情 那一切都在司法的進行當中 但國安局長說 2023年中共可能引戰逼彈 是否民進黨 你們在替2024的抗中保財牌來鋪路 對我個人來說 捍衛中華民國守護台灣這塊土地的決心 永不改變 那我想問一下 市長 問一下說 破例請假服選昨天 那何時要正式請假來討行程 我會按照中選會的相關規定 該請假就被請假 我一切還是先以市政為最大的優先 團結所有人 我們有志一同 好好的支持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選人 我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 就是實習生代抽這件事情 就沒有正式的去 那你為什麼會請由實習生來代抽 其實 所有 大家為這塊的土地來努力 都是期待下一代比我們更好 我們的政治實習生 因為 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理解公民投票 以及投票的重要性 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他們多一點認知跟學習跟參與 再也要用這樣的態度 讓年輕的朋友 更多理解 支持公共事務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上今年耶誕城的活動 是不是又更精采 可以讓我們再介紹一下 2022新北 當樂耶誕節 我們以新北的士林廣場 戰權廣場 萬名公園 再加上股中三千 因為我們四千 五中三千 在我們帶動底下 我們已經把雙城 三港場 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這一次的 翻樂耶誕城 絕對是空閒 超級 可以吸引更多人 來到新北的翻樂耶誕城 分享喜悅 那這一次 以血白之城 六大 零排主題 迪士尼 皮克斯 國家地理 以及 十大 星際大戰 不但原來六大 主題 再加上 迪士尼裡面有 孩子們的最愛 我們的 迪士尼 迪士尼 我們的 雪寶 包括 巴斯光年 包括 格魯特 姑姑 都來了 當然 六大名牌裡面 我剛剛 關了T-shirt 還有漫威 所以 在這樣一個 氛圍底下 我們用 極光之地 以及 雪花片片的方式 搭配 八條最美麗 最熱門的 打卡隧道 再加上 孩子們 要來玩的時候 不要忘了 我們有很多的場地 需要 穿著雪衣 因為很難 再一個 冰天雪地 雪花飄飄 再加上 有 孩子們最喜歡的 懶敗 大家一起分享 一個 溫馨快樂 有希望的 未來城市 新北市 那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 禮拜六 禮拜天 依然有很多的活動 尤其這一次的 歡樂 越南市集 德國的 越南市集 最原版的 辦到 新北市的市民 廣場 再加上 湖中三千 又有一個 主燈 雙主燈 的帶動底下 也迎來了 北極熊的餐飲 所以 這一次的 歡樂越南市 我們的 六大 雲品牌 以及 我們最可愛的 孩子們 最有興趣的 我們的 童年的 回憶 這些 都會奇跡 在新北市 所以相信 新北市的歡樂 夜旦城 不但是 全球 五十大 永遠 大家不會忘 最開心 最歡樂的 一個 夜旦城 也不會忘了 我們全世界 最八大的 歡樂 夜旦市 也是在新北市 期待 這一次的 二零二二的 歡樂 夜旦城 帶給大家 在疫情以後 有一個 溫馨 快樂 期待的 歲月 但是 因為現在 林家傭就說 這是百朝人的惡夢 然後他也認為 應該要換弟弟 那時間上有必要 要搬這麼長 新北市 在 辦理歡樂 夜旦城的 時間 我們 這麼多年來 都按照 以晚的慣例 十一月 中旬 到 隔年的 延列出 我們這次 辦理的時間 是 十一月十一號 到明年的 延列二號 這時間 跟以往 相差不多 所以 這都是我們 辦理的一個 慣例 尤其 全世界 的大城市 一定要有一個 城市點半 的一個 光榮感 新北市 環內夜旦城 因為 長期 在 新北市 這個地方 來辦 享有 定點的知名度 就跟 威尼市的嘉年華 德國的 啤酒節 甚至八花 時代廣場 的花蓮活動一樣 這是新北市的 城市典範的行銷 這是我們的光榮 當然 交通的部分 我們已經 分析 也做過 很多的 交為準備 我們歡迎大家 新北市 有試鐵 動過 搭乘捷運 搭乘大眾 運輸的公車 來到 新北市 參與分享 快樂的歡樂 夜旦城 市長 這個 林佳龍 對這個 夜旦城 有很多的爭辯 那是不是也邀請他 就趁著這次機會 一起來 夜旦城 我非常歡迎 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 每一個人 都能過到 新北市的歡樂 夜旦城 來分享 溫馨快樂的時光